OK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日本買到非常非常多 感覺非常好吃的東西 那首先呢 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 首先跟大家分享喝的好了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啊 不是有可爾比斯嗎 但是我在這邊看到就是一個期間限定 然後它是草莓口味的 所以我就趕快買回來喝 其實本來在那邊要喝的 但是因為我身重病所以就沒辦法喝 Yep 趕快來試試 然後接下來 這個 Suntory的那個酒 Cider 在台灣不是也有嗎 然後我看到的這也是 一個是New 一個是冬季限定的 你看這草莓看起來很好喝欸 然後這個呢 因為Ivy很愛喝美酒 所以我也買了 感覺就是很厲害有沒有 下次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接下來買了一些糖果 可爾比斯的糖果 然後這個 反正我就是在超市隨便亂看就隨便亂買 然後這個 就是吃了口氣會 什麼變成玫瑰的 我來吃一顆 我來吃一顆看看 長這樣 其實沒什麼特別味道 也沒什麼玫瑰的味道 神奇 好 接下來買了 一包 水果的Granolas 因為在台灣我覺得選擇性還蠻少的 所以看到我就買了 接下來買了這個 炸雞粉 就可以自己做那個日式炸雞 然後呢 這個是在 好像池袋的東五百貨買的吧 然後這個餅乾很有名 但是 因為他的情人節限定已經賣完了 所以我只買到這個原味的 好 接下來 很有名的 還有這個 Yokumoku的蛋捲 然後 我還買了一盒 你可以自己選擇 這個 紙和緞帶的顏色 請他幫你包裝 然後我買的一盒是30入的 接下來 其實日本機場 這個 成田機場 有各種 不同口味的KidKat 但是因為我本身不是KidKat迷 所以我就 只買了我喜歡吃的草莓口味而已 那他還有很多神奇的摩擦 日本清酒什麼之類 大家有 有空可以去收集 然後呢 去日本當然就是買了Pokey啦 Pokey也是有各種不同口味 然後這個是 這是 這次那個 情人節限定的 這個好像是 紅豆口味的 下次來試試看 再跟大家說好不好吃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 我很喜歡吃的這個 巧克力 然後在台灣 我好像真的沒看過這兩個口味 但是我不確定 那也有可能我眼殘 如果台灣有的買的話 你們也可以買來吃吃看 我覺得看起來就很厲害有沒有 感覺好好吃喔 好 接下來 買了這個 Royce的 Royce這次我買了超多東西的 就是 他們家的生巧克力我也有買 然後呢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巧克力爆米花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巧克力的Potato Chips 快點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裡面是什麼樣子呢 Tada 哇感覺好讚喔 雖然這三包 我也看不出來什麼是什麼 怎麼感覺裡面還有包裝的感覺 還是我的錯覺 可能各種不同的味道吧 哇 哇 感覺很厲害 三種的 哇 感覺很厲害喔 下次吃給大家看 然後呢 東京 一定要買的就是TOKYO BANANA啦 你看 這個是TOKYO BANANA的巧克力 巧克力餅乾 有沒有感覺很好吃 裡面有好幾層的東西 看起來超好吃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正統的TOKYO BANANA 這個是 在東京車站買的 就讓我為大家把它撕開來 哇裡面 長這樣 就是一個香蕉 然後打開 Tada 小小的香蕉 看起來很好吃吧 然後呢 接下來 還有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爆紋口味的 好像是巧克力 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一樣把它撕開來 欸 裡面長一樣欸 難怪它外面要長不一樣 不然不知道哪一個是什麼 哈哈 哈哈 爆紋的 長這樣 好 接下來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餅乾 這個 巴拿拿拿 長這樣 哇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是餅乾 太精緻了吧 太精緻了吧 好接下來還有一個 你看喔 TOKYO BANANA 現在不只有BANANA TOKYO還有那個 草莓 草莓 strawberry the strawberry cake 我們快點打開來看看 這樣 有沒有很可愛 這也太可愛了吧 哇 日本人真的是 太厲害了 這令人心花怒放 好 接下來我這次買最多的 我不是說就是ROYS的嗎 這個 他的那個 巧克力棒 我真的覺得超好吃的欸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拆一盒給大家看 這個是巧克力 珍果巧克力棒 這個 唉唷 這個我買的是大盒的 然後都是在陳田機場 因為這些東西呢 如果從那個 飯店 這樣子 拖去機場 我覺得實在是太重了 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直接在機場買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他超好吃的喔 很好吃的巧克力棒 如果有看到一定要買 然後買了兩個不同的口味這樣子 然後呢 最後就是這個 我很喜歡的 以前 其實有風靡好一陣子的 那個雷神 但是我只喜歡吃白雷神而已 所以我就買了大盒的 慢慢享用 他長這個樣子 他啦 好啦以上就是 我很不負責任的那個 東京的食物戰利品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